除了登州干马晚 柔佛歌打丁仪昨天同样遭到暴风雨来袭 导致7座干榜至少140所房屋损毁 就连警局和海市执法办事处也难逃天灾带来的损坏 歌打丁仪警局主任胡新指出 当地下午3点半到5点20分下起暴风雨 7个受灾的干榜都在苏里里一带 除了一般民宅 刮拉苏里 苏里里 警舍和车库屋顶都遭受暴风雨的袭击 当地海市执法办事处的屋顶和天花板也遭到破坏 此外一艘正在维修的搜寻游艇 也被一支铁棒核倒塌的屋顶压毁 当局目前已经设立疏散中心安置灾民 索性这场天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大部分的荣播放 大部分的荣播放 我们收到太多1分装